南韓劳工团体上街要求提高工资 8000多人塞爆首尔市不只让交通大打劫 更可怕的是有可能重演去年8月的示威后群聚感染 6月底一路至今南韩的新增确诊数连7天单日都破700 其中至少有416人感染到Delta变种 且有向非首都圈扩散的趋势 目前完全接种比例仅10%的南韩赶紧加快施打进度 原本9月才会收到辉瑞送来的疫苗 现在南韩决定先跟以色列交换7月底到期的70万剂 同时也要增加国内的疫苗产能 唯独比南韩高很多的俄罗斯 最近疫情也因为Delta升温 确诊数创新高 俄罗斯去年12月初就开始进行疫苗接种 时间跟其他国家相比算早 但民众接种的意愿相当低 俄罗斯媒体6月底才说 自制的卫星V疫苗对抗Delta变种的效力高达9成 但过没多久却又出现另一套说法 让民众摸不着头绪 东南亚方面 目前印尼受Delta影响疫情最为惨烈 最新回报单日确诊逼近3万 政府的预估数字则更悲观 首都亚加达设备比较好的医院 被庞大的确诊潮压的喘不过气来 全亚加达的病床使用率高达93% 院外则加达帐篷收治患者 印尼多间医院爆发氧气不足危机 爪哇岛有医院因为氧气库存耗光 导致63人死亡 其中有33人是新冠患者 有关单位已下令要提高医用氧气量 来满足每天800吨的氧气需求 泰国确诊病例则是每天多个四五千 疫情严峻 但靠观光吃饭的泰国 还是将普及岛的大门打开 欢迎完成接种的国内外旅客 免隔离观光 但没想到开岛第三天就发现确诊者 总理帕拉玉还因为有接触到确诊者 需要隔离 疫情观光的第一步就出师不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